这真是一个适合买房的时机吗 让我们再等等看看情况如何发展 各位这听起来耳熟能详吧 您是否最近差点做出购房决定 然后又因为觉得时机不对 而果足不前 您那时的决定是基于对市场的全面了解吗 还是仅仅凭直觉完全没有数据根据呢 在这个视频中 我希望为你提供关键的事实 让你能够判断是否还值得再继续等下去 2024年有三个主要的趋势需要关注 它们都围绕着供需考量 首先一旦利率开始下降 需求可能会大幅增加 我们已经在今年年初 在伦敦观察到这现象 我稍后将向你展示一些 可能会为你提供更多见解的图表 此外有些客户也可能认为新房供应过剩 如果你也这么想 那请继续观看 看完这视频后 您的观点可能会被稍后的数据改变 从现在开始 借贷成本只会朝着三个方向发展 要么继续上升 要么已经达到顶峰 并将保持在目前的高位 或者利率可能会开始下降 新加坡的利率在很大程度上 受全球市场动向的影响 特别是美国 预计美联储在2024年会开始转向降息 这一举措的相对效应 将是通过降低抵押贷款利率 给新加坡人带来一些缓解 随着利率下降 国债和新加坡储蓄债券的收益率 也会同步降低 因此 这些替代投资渠道的吸引力 也会降低 新加坡房地产的长期资本增值前景 是具有吸引力的 不能被忽视 历史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 新房的供应情况 通过调整市场上 新房的供应量 政府能够控制房市 以防止价格出现大幅波动 据报道 2023年12月 政府将释放新地段 可在2024年上半年出售土地后 产生约5450套私人住宅单位 这相当是高于2023年下半年 政府土地招标计划释放量 约5.6% 然而 如果政府试图解决的是购买需求 那么要注意 百分比增长实际上要小得多 事实上 这只是约1%或50套单位 因为我们需要排除计划中不出售的长期住宅的供应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头条时 请不要草率下结论 近年来 我们为什么会看到政府陆续发布新的土地招标呢 除了赶上出乎预料从疫情至今在房屋上的刚需 另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是因为它正在填补2023年以来 尤其是在外国人 ABSD额外买家印花税上升至60%后 集体出售市场大幅放缓的缺口 情况是这样的 试想想 如果您是一位外国人 多年前已经拥有一处房产 那如果你现在以集体销售的方式出售你的房产 你将需要为你下一处之夜 额外支付60%的额外买房印花税 如此荒谬的交易 谁会同意进行集体销售呢 因此实际上 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外国人 拥有并居住在一个公寓小区中 特别是在核心中央地区 那么集体销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其实减少了核心中央地区的转售房产供应量 因此当私人集体出售供应减少时 政府必须积极地进行政府出售土地计划 以确保未来几年供应管道的健康流动 但是请注意 当政府出售土地时 新的住宅也不会立即投放到市场上出售 请记住 市场至少需要一年的供应滞后时间 原因非常简单 政府需要进行招标过程 开发商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 来规划和获得必要的批准 然后才能推出项目进行销售 因此 如果你看一下屏幕上的列表 注意到许多2021年的政府出售土地项目 一直到2023年才开盘销售 并且最终只在2027年左右才能竣工入住 同样 那些2022年的政府出售土项目也只会在2024年开盘销售 并且最终在2028年或之后才能入住 不过你理解了这种滞后效应 现在的低位售供应情况 不会因为政府宣布新的土地招标而立马解决 低供应因素将在未来几年内仍然存在 那么像2023年4月实施的降温措施是否会影响楼市呢 我们得了解限制措施在新加坡并不是新现实 政府过去10年就一直在不断实施降温措施 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历史数据来显示降温措施的影响 如果你从图表上注意到 每次实施限制措施后 市场会顿时感到不确定 我们看到价格在大约两个季度内出现下降 过后市场开始适应并反弹 请注意图表中的蓝线 它代表了房价指数 一旦市场适应了每一项降温措施 价格就会继续上涨到下一个更高水平 我记得我们在2023年第二季度举行的客户研讨会上承认 与第一季度相比价格确实有所下降0.2% 但我们当时也预计未来价格会上涨 那在2023年第三和第四季度 我们看到价格的确上涨 事实上对于2023年第四季度来说 价格上涨是第三季度的三倍多呢 那么各位您觉得还值得继续等下去吗 我周边一些朋友一年前已经做好了财务上的准备 但由于工作上忙和对市场的浅见 他们拖延的决定 上调的价位挤出了他们原本感兴趣的地区 这真是不值得 各位必须了解 我并不是在宣扬价格将永远上涨 是的 市场就像任何投资一样 可能会有起伏 但房地产不是你今天买 明天卖的东西 它是作为对抗通货膨胀的长期投资 以及在长期内作为资本保值和增值的工具 我们从历史上看到 长期趋势的确一直是向上的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直接影响最终销售给消费者的价位 从2020年开始看趋势线 平均土地价格在2020年与2023年相比 上涨了约30% 关键在于我们不应过于关注标价的微小波动 而是要看土地价格的整体趋势 我们知道主流媒体喜欢在出现地价下跌时 渲染故事 现在还要注意所称的 当土地价格上涨时 土地增值费也会相应调高 因此这些都增加了项目开发的成本 开发商必须控制他们对土地的出价 以维持价格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水平 2023年11月的最新收盘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价格出价 比如在金文泰土地售价为每平方英尺1250新元 这是金文泰的一个新基准 我曾在之前的一些视频中讨论过这个问题 详细说明了一些关于这些新基准的原因 我的一些先前的视频也谈到了去年6月GFA定义的统一 以及它对2023年6月1日后土地价格的影响 基本上开发商将失去5%至6%的可受面积 这些各种因素增加了项目开发的成本 开发商必须控制他们对土地的出价 以维持价格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水平 因此请不要认为因为开发商对土地的出价 比附近之前的地块保守房产价格就会下降 这是一个误解 事实上对于某些地点 比如刚刚提到的金文泰地块 开发商对刚需充满信心 并且仍然愿意在他们的土地出价中确立新的基准 因此对于金文泰来说 我预计每平方英尺最终退出的价格将在2400-2500新币 那么每平方英尺2400-2500的价格 对于大众市场来说是否难以实现呢 事实上在玉琅湖区这个价格已经落实了 所以关键问题是 看看现在OCR中央区以外新房的平均价格是多少 大概在每平方英尺2100左右吧 你想要等到价格达到2400吗 还是应该现在就联系我 研究一下现在的选择并采取行动呢 在我之前的一些视频中 摩根士丹利在2017年对新加坡房地产价格 在2030年翻倍的预测 现在当你看看房地产价格的发展 你会发现这个预测正在成为现实 各位当OCR和RCR的价格达到我刚刚提到的水平时 CCR核心中央区目前是什么概念 你必须明白 核心中央区房屋的平均溢价率超过RCR约36% 目前溢价率的缩小意味着CCR核心中央区的房屋被低估了 并且有上涨的潜力 如果城市边缘在未来几年将突破每平方英尺3000新币 那么核心中央地区的房屋如果仍然保持在 现在尺价3200至3300的水平应该是不可能的吧 事实上对于一些高端的核心中央区房子 尺价已经达到了3600至3800新元 甚至有一些超豪华的房屋价格已超过了每平方英尺5000新币 我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转售核心楼盘市场非常活跃 我可以帮助你找到有潜力的房产 我认为核心中央地区是时候重新定价了 同样的摩根士丹利在2017年对CCR房价的预测也正在实现 各位您觉得还是值得等下去吗 我在这视频已经提出了清晰的事实和数字 帮您清楚地了解接下来几年的房产走势 我知道还是有些人可能仍然无法接受市场的现实 请记住你可以对市场的趋势保持怀疑态度 但市场是不会等待你的 我的许多客户以前都和您一样都是陌生人 然后他们通过我的手机联系方式找到了我 开始了他们的下一个房产旅程 我们今天的简短在线交流 可能最终会成为一次对你有意义的房产经验 请通过手机或微信给我留言 我随时准备为您服务 我转的苏培君 我真诚期待您的联系 谢谢